這個JTuber軟體 其實他不是只能做那個手機的App 實際上我們在做的事情就跟網頁有點類似 實際上也是網頁的概念 那只是說他把這個網頁的概念 把它縮小放在手機上面 也就是說讓他那個手機的部分 這個可以讓他 在你手機上不會因為是個網頁 看起來字太小 或者是說他的版面 因為那個比較符合是 電腦上面的版面 所以看起來會蠻辛苦的 那當然這裡面的話主要是利用一個技術叫JQuery JQuery的Mobile 這個算是一個外掛 等於是利用這個外掛可以讓你的那個版面看起來 變得比較適合在手機上面觀看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好處就是 本來你已經會用網頁 寫網頁的人 其實也可以很快可以製作手機的App 否則的話如果你要設計手機的App 那光要去學那些程式的話 其實是會相當的複雜 而且那個部分可能你還要學習像Java這種程式語言 那其實可能就不是短時間可以塑成的 而且即便你學會那種語言之後 你會發現寫一個簡單的東西也要非常非常的花時間 所以倒不如這樣後來發現乾脆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寫的話 好處就是說基本上我們可以寫一個简 簡單的一個App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呢學習起來又不是太麻煩 否則的話你學完之後你會發現 哇你花這麼多力氣 可能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你可能還沒學會你就想放棄了 OK那第二個當然你可能 學會了當然你也做出什麼比較複雜的東西 但是這個的話倒還OK 最後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上個禮拜部分 大概的一些重點 但是第一個我們一樣我有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特別是 上個禮拜的東西我們一樣把它壓縮 然後一樣把它解壓 解壓縮到桌面上 解壓縮到桌面上 解壓縮名稱的話 就是說如果上個禮拜是叫106App 那我們解出來也叫106App 反正一般習慣是把它壓縮 然後把它解出來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它的結構一定是 一個index.htm的一個首頁 那裡面的話包含就是images的一個資料夾 這資料夾就是我們像地圖啦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這個經典的圖啦 所以之後請各位做一個 做一個變化題吧 那變化題之前你們可能就是要先收集什麼 收集一些素材 什麼素材呢 當然第一個你可能要一個平面圖 什麼的平面圖 當然呢 最好是做一個島 不過台灣大概附近的島 大概不就是那幾個吧 要不就是做什麼 蘭嶼之外還有綠島 小琉球 那什麼 金門 澎湖嗎 OK 其實也OK 那如果你實在不知道做什麼島的話 不然你就做某一個地點 像某個大學 像原製大學 然後 抓幾個景點出來 類似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另外的話呢 針對某個景點你去抓那個 抓一些圖吧 最好是自己去拍的啦 如果你要做原製大學的那個導覽 圖的話 看不然你就去把那個照片自己拍一拍 然後拍一拍的話先收集一下 所以一定會有個平面圖加上幾張圖這樣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也要簡介嘛 簡介的話呢 當然我們可以把它先打在 像上禮拜是那個 練習體裡面 Data.txt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再利用那個Dreamweaver 把它 做成一個 網站 OK 那 但特別是 App本身就是一個網站 不管你是重新開一個 或者是說 新的或 舊的話也都一樣 一樣 第一步還是都是 新增 網站 也就是說如果你之前呢 假如說 已經有像我們剛上個禮拜做過 要繼續做的話 那當然一樣 網站名稱一樣是106App OK 然後呢 跟他講說你的資料夾放哪裡 那我一樣放桌面 所以桌面上找一下有沒有106App 我剛剛把它放上來 然後你把它選起來 OK就是一樣啦 反正不管你是新的 或者是舊的 那如果第一次做 當然你就是開一個空的一個資料夾 放桌面上 如果你是舊的就把那個資料夾放到那邊 按儲存 那差別是說呢 你做完之後的 這個 在 右下角這邊 如果你 已經有放一些資料的話 那他就會自動幫你漏進來 如果你是空的話呢 就是變成裡面是空的 沒有任何東西 大概差別在這裡 那 如果假設我們要把上禮拜開起來 你就打開這index.htm 這個 就可以 把它接著繼續做 那如果你 重新做的話 當然差別在哪裡 你可能要新 開一個新的檔案 我之前講過 你一定要開一個 叫htm5 這個地方 然後建立的時候呢 存檔名稱就是index.htm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 如果你重新再建立的話 類型一定要是這個 檔名一定要是這個 OK 因為如果你不用這個格式的話 將來假設要輸出成App 可能會有一些 無法預期的錯誤發生 OK 然後取消一下 我們把 上個禮拜的部分呢 接著把它繼續完成 那有哪些地方 可能要變更嗎 把它一樣 第一個 右上角一定要改成傳統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 這個 預設是設計 把它切換成分割 那分割的話就是左邊是層次 右邊的話呢 那就是我們 看到就是設計的那個畫面結果 當然 另外你也可以配合即時 他就可以幫我把 上個禮拜的東西 都分別秀出來 那上禮拜的話有哪一些重點 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listive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當然這個還蠻好用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如果放在手機上 感覺就還蠻搭的 因為如果手機 之前的那個listive view是整個貼齊 看起來好像沒那麼漂亮 那這個都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這個listive view 它是圓角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圓角 不像說之前是貼在上面的 OK 第一個 第二的話上面的話呢 會多一個重要景點 的一個 等於是有點像一個小的標籤放在這裡 然後上面呢 弄成一塊 藍色的 但你家也可以變顏色 沒問題 好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上禮拜 我們講的跟之前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就是會有一個 這個listive view 不過 之前 102是放在上面 夜鎖的地方 那現在的話呢 放在夜尾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把這一個區塊的netbar 放在夜尾的地方上面 那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就要注意就是 我如果捲動它的時候 比如說我捲動它 那一般當然 如果我捲動以前是什麼 以前它不會自動跳 跳那個 下面 等於是說如果你 這個netbar放到最下面 那網頁很大 很長的話 那邊你要捲到最下面 才會看到下面這個區塊 那我們是 把這個netbar怎麼樣 把它固定在這邊 甚至那個上面這樣也可以固定 也就是它只要捲動 不管什麼狀態下 都會出現這個東西 netbar 有沒有 有點像如影隨形 其實你會發現 像有一些網站 新聞相關的網站 它也都用這個技術來做的 只是說它 它不是包成一個app 它是包一個網 整個網 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上面的話呢 就是 它會偵測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是用 電腦 連上它的網站 它用電腦畫面給你 但如果你是連上的是一個手機app 它會偵測 你的裝置是哪一種 那如果是手機 它就給你手機版的畫面 這樣是蠻合理的 因為 當然你不一樣的裝置 應該給不同的畫面 這個倒是比較 符合 實際上 不然的話 假設你連到它的網站 也是一個 網站的畫面 它看起來其實還蠻辛苦的 你有時候 在那邊 把它放很大 才能看到裡面內容 如果用這個方式 就沒有什麼 就是 可能就不需要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會 自動把它放在這裡 其他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會做 那個所謂的影像地圖 點擊它的話 也可以連過去 所以總共 裡面的話 總共就是 總共會 四個景點 然後你會發現它 每個都會有下方這東西 我希望每個地方都會有 那只是說上面我們還缺 缺一個回首頁 因為沒辦法回首頁 還有這邊會多個下一頁 所以今天的話延續 會把這個 如何做上面這邊 等於是 假設我希望 這個 這個底片的四頁 每一個的 左上角 就放個 Home 回首頁 這邊的話 下一頁 讓它可以一直往下跳 也這樣感覺 讓人家在導覽的時候 其實就蠻方便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以後每個景點 最好就是到那個景點 應該慢慢會有個QR Code 然後QR Code 讓你一掃之後 可以讓你直接 就可以有個導覽 那就不需要說還要放一個 什麼導覽手冊 OK 當然這個景點就感覺蠻貼心的 只是說目前 好像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 要設計像這樣的App 其實 所費不自 因為現在如果要找人家設計App的話 其實是還蠻花錢的 可是如果你具備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以後說真的到 每個地方都還蠻瘦壞 因為你可以幫很多單位都可以做App OK 那每個單位實際上都有一些導覽 其實蠻方便 只是說這個要怎麼做 當然 相關的說明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在雲端 白板上面有一個 106App的講義 那裡面大概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 原來我們做出來這個 ListView長這樣 要把它變成剛剛那樣的話 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ListView清單 做法 這個 主要 你們可能就是以後大概 如果實在記不起來 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主要就是說 它一定是結構是 UL到UL 這個UL 就項目清單 也就是說你需要輸入4個 這個資料之後 然後中間按Enter 然後把它選起來 利用那個什麼 這邊有個項目清單 我把它恢復一下 項目清單 這底下有個所謂的項目清單 也就是把這幾個選起來 然後做項目清單 那它就會是什麼 如果你做成項目清單之後 它這裡面就是UL到UL OK 然後裡面的話 一個項目就是Li Li 後面就是Li 並且在每一個上面做超連結 超連結的話 你可以在選舉這邊 連結這邊把它加一下 那可能會比較有 特別的地方 把它移動到那個 這邊 就這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它這邊呢 就是 會 Data Raw的部分 就是要把它改成叫 List View 如果說 你只要在UL UL這個 標籤的後面 加上Data Raw 等於List View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變成我們要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 清單的模式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今天 你希望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即時看一下 這個地方要把它變成圓角 圓角的話呢 需要在這個地方多一個設定 叫Data Inset 所以這個圓角部分 主要就是靠這個Data Inset OK 那再來的話呢 上方會有個重要景點 只要靠哪一個 只要靠這個LI裡面 如果第一個特別注意 第一個是重要景點 那主要上面會多一個叫Data Raw 等於什麼 List Divided 的這個 標籤這個屬性 如果加上去的話呢 上面就會有這個效果出現了 所以以後 假設要做這樣的效果的話 可以 大概仿照一下吧 所以之後的話 我是希望你們的那個 變化題 這個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當然呢 項目 我們這邊只有四個啦 如果你要多做幾個 待會我仿 反正多做幾個 讓它感覺 比較豐富一些些 然後 再來底下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個Nanbar Nanbar 我想我們也做過啦 所以Nanbar裡面的話 跟上面的最大不同的地方 OK 我切到這邊 這樣看我比較清楚 這個 所以 你們其實可以參考106F 裡面都有 然後 在講Nanbar之前先看那個 影像地圖 插入一張圖之後 反正你就在上面做什麼 就是一張圖上面 你就直接點這張圖 那它的 它這張圖的 這個 左下角 就會有這種選取範圍 它當然有三種啦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矩形的 一個是圓形 一個是 不規則形 或許你也可以用不規則形看 反正就是讓它可以 選一個範圍 那 盡量是越大越好 因為將來我們的手指頭 可能不像滑鼠 這麼的 這個 比較細 你要點的話 有時候點Y的 盡量就是讓它範圍盡量點 點到之後的話呢 然後可以做個超連結 比如說這個連結 這個可以連到哪裡 連到Page1 緊Page1 然後一直都在緊Page2 那做個影像地圖在這個地方 所以 之後的話請各位也想想看 如果要做個影像地圖 你找一個類似的東西 然後第3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Nabar OK Nabar的話呢 把它放在夜尾 特別說這個地方 跟102的最大不一樣 就是放在夜尾 特別注意喔 只是說你們要在放在夜尾的地方特別小心喔 因為如果你放錯位置 或者是說你多一個標籤 少一個標籤 都會造成這個網頁亂掉 亂掉的話呢 很抱歉 你可能要重來了 因為光要找 你看這個標籤太多了 有時候有同學 其實我蠻想幫他找出到底哪個地方錯 可是光要把這個從頭看到尾 倒不如乾脆重來算了 重來再加一下 我覺得還比你要檢查錯誤來得快 那 不過如果你要真的要檢查也還有方法 什麼方法你會發現喔 像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把這個區塊選起來之後 他會有一個前面這邊有的縮放有沒有 加號減號對不對 如果 減號點下去呢 他就幫你縮在一起 表示說這個區塊喔 他是完整的 那頭的話一定是 開頭一定是一個 小於DIV 後面加一些 相關的參數 結束的話一定是 斜線DIV 這個表示一個完整的 也就是說你有頭一定要尾 如果有頭沒尾 不OK 一定就會錯誤 或者是說有一個頭兩個尾也不行 只能有一個尾 OK也就是說 頭跟尾要一對的 你不能說 頭 一個 尾兩個 之前蠻多同學 多一個不行 然後 這個 一定要放在哪裡 放在 這個什麼 葉尾的部分 所以是Footer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放什麼 放那個我們NEPA NEPA把它分別放進來 只是說如果你要把它固定在下方的話 我又多增加一個 針對這個頁尾的部分 做一個選取 一個標籤 在JQ Mobile這邊 把它 改成什麼 比如說Footer這個 把它的有一個屬 屬性標籤叫Data Position 等於Fixed 這個Fixed就是意思說固定在下方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固定在下方 隨時都可以看到的話 那一定要Fixed OK 因為如果你沒有Fixed 這個 標籤如果沒有選的話 它會變成說你一定要捲動到最下面 你才會看到那把 而不是說你隨時 一打開 下面那把都有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主要跟那個102最大的差別 就是第一個 我是把它放 葉尾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捲動的時候呢 都會隨時出現它 那我就要選擇這個Data Position 是 唯一Fixed的這個選項 一定要把它找到 OK 其他的話呢 大概還有就是把圖放上去 那今天的話後面其實還有我剛剛講 我如果希望每一頁呢 上方都有 回頁手 這回頁手怎麼做 也就是說現在當然你現在點下去是沒有回頁手 因為它點下去 這邊沒有回頁手 你一定要上一頁 OK 這不OK 有沒有 怎麼樣把 增加頁手的功能把它加上去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 可以的話最好是什麼 可以這邊回頁手 還可以下一頁 反正要不就回去 要不就下一頁 這樣感覺 會比較 友善 如果一個App可以設計成這樣的話 基本上人家會覺得這個App 好方便 而且都基本上都幫我們想到我們需要的功能 OK 所以這個怎麼做待會來看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呢 當然最後的話 就有同學說 可是那個顏色太醜了 可不可以讓它顏色變漂亮一點點 所以 今天的主題 也許再延伸 把這個顏色再變得漂亮一點點 OK所以請各位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 打開來 然後 就是裡面大概就有 有這些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延伸出去 把那個上個禮拜做的東西 再增加那個兩個按鈕 也是 跳到 那個 四個景點 四個景點的 左上角跟右上角 都分別要看到 這一個 我們要看到的那個 圖 另外的話呢 背景顏色 希望讓它 稍微漂亮一點 那顏色 至於要怎麼定義 你們就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顏色 去增加 包含就是說 他預設顏色 大概都那幾個顏色 不就是 黑 藍 銀 灰 黃 大概就 五個顏色 其實是相當不夠的 基本上都是 標準色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想要把顏色做一個 這個這個 變化 讓它變得比較 粉色啦 或者是 變得比較有colorful一點的樣子的話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完成 那待會我們接著繼續 再來看 後面部分 我們會看到